我国二月份的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3.8% 同一月份的0.6%的增幅相比明显好转 经季节性调整 二月份的制造业产值环比也上扬14.2% 预估数据显示 受生物用品和活性药物成分需求所推动 生物医药制造业的表现最为亮眼 二月份的产值同比增长27.4% 是所有领域中增幅最大的 因此如果不把生物医药业计算在内 上个月的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1.4% 经济发展局发布的数据也显示 交通工程业的表现也不俗 受航空领域所推动 二月份的产值同比上扬19.6% 电子业的表现则较为逊色 二月份的产值同比增长2.6% 是所有增长领域中涨幅最小的 受金属部件 光学仪器 模具和半导体 相关设备的需求下跌所影响 精密工程业二月份的产值同比萎缩 19.9%